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民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講兩件事 兩件事都要講一些真正反中亂 第一件事就是講彭定康 沒錯就是千古罪人 亦都是沒任的港督 沒任的港督就幫港督的媳婦毛孟正出頭 聯同一些反華分子 就要求我們香港政府 無條件放了這個毛孟正去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 為何要放毛孟正 稍後就會跟大家講一講 跟著第二件事就是 民主黨又再嘗試去搞一個村民 那他們為何堅持去搞這些村民呢 真是不知為何 這隻手做甚麼 沒有 良知的表現 今集他們搞這個村民 會不會再次失敗呢 我們不如都放長雙眼去看一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早前文傑都跟大家說過 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其中一個人 涉及到法務派漢奸47人案 即35家違法初選案的毛孟靜 亦是前立法會議員來的 現在被華人壓制中 他的丈夫Philip Bowling 近日因為感染肺炎 而入了醫院 並且去住了深切治療部 Philip Bowling的父親 就是前英國派來香港做事的其中一個港督 這可能也要告訴大家 Philip Bowling到底他的父親是誰 所以大家就知道 毛孟靜就是港督媳婦 沒錯 就是港督媳婦 所以都是敬意來的 都真是敬意來的 那好了 港督媳婦做甚麼事呢 沒事吧 病而已 病的話 說真的 上次禮書都說過 你覺得有需要的 就申請 去探討他 你覺得有需要的就自己申請 不用別人幫你說話的 這次 就不是毛孟靜自己申請的 這次是由 一個前港督 幫他出聲 是由一個組織叫做香港監察的人 這個組織不是在香港成立的 是英國的東西 裏面有 7個人 包括前港督 彭定康 連同他保守黨籍的英國前黨魁 施智安 一行 共54個人 是英國跨黨派的一些議員 或者一些公眾人物等等 一起聯署 聯署給誰呢 聯署給英國現時的外相 其贊名 要求他們 緊急介入 促程 香港政府 要做恩術 用恩術為理由 立即釋放毛孟靜 讓他可以探望他 病情惡化的丈夫 要探望他 都不一定要放他 你可以給他暫時保釋幾個小時 你可以給他 隔著電腦去探 都可以 是不是 都探不到 問題又來了 為何要付封信給英國的外相 要求英國介入我們香港的內部事務 是不是 這些 就是他們的套路 沒有文章 特別的東西 只是一個切入點 特別的東西就是要英國介入我們香港現在的內部事務 香港監察裏面的七個贊助人包括這個 前港督彭定康 英國的前外相 聶偉敬 英國的上議院議員 阿斯頓 勳爵 保守黨的國會議員 菲奧 布 羅斯 英國的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 卡曼克爾 還有 慾勇大狀 傑 菲奧 弗里斯 那叫什麼 傑士 還有下議院議員 等等 一抽人 五十幾個人 在2月24日原來寫了一封信給英國的外相 旗贊美 那他封信裏面就說 毛孟正 一直都是英國的公民 直到 2012年就是當選了這個 立法會議員之後 就放棄了雙重國際 這個是他自願放棄的 沒有人逼他 他自己放棄的 所以基本上他不是英國公民 雖然英國你其實沒有聲出 不過 他也要出聲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 前港督 的 媳婦 現在就說他在2011年1月的時候因為47人的案件被捕 現在就還押之中後審 他說 鑑於 毛孟正的老公 和他的子女都是英國的公民 而毛孟正以前都是英國的公民 所以認為英國的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部 對毛孟正的福祉 是要負上一些特殊的責任 那大件事 就是 你可以說他姨媽孤姐也是英國人也好 他祖先曾經做過英國人也好 他下一代將會成為英國人也好 你就可以 不斷插手我們香港的內部事務 沒有 沒有可能的事 他說要負一些特殊責任 所以怎樣 要爭取釋放他 毛孟正的老公英國的記者 叫做 Philip Boorin 就在今年2月9日 因為 感染一些的肺炎 而入住我們香港的深切治療部 病情 他剛剛透露 是惡化之中 是惡化 所以 他們就要促請英國的外相 旗贊明 跟我們香港政府交涉 叫我們的香港政府要體出 他的情況 釋放了毛孟正的 讓他可以陪伴他的丈夫 讓他保釋和釋放是兩回事 讓他用 PAC去看 和讓他走出去 這個叫做監房外面 亦都是兩回事 他們又說現在進行一些審訊的 47人的案件裏面 不少被告都是擁有英國的 海外國民身份 即是叫BNO 是不是BNO 應該是 BNO 跟著就說 英國駐港領事館 不可以自知不理 希望英國的外交部要做得更加多事 以支持他們 47人案裏面的人士 喔 甚至乎要確保他們 是獲釋 喔 即是怎樣 即是只要他是英國人 幫英國做間諜也好 幫英國做什麼都好 什麼都好 總之是英國人 這樣 就可以 犯什麼罪 都不用管 那麼好處 好 信件裏面有很多跨黨派的人士 剛才那堆都是一些跨黨派人士 他說得很厲害 有54個人支持 一定要 釋放他 但問題又來了 是否就是說只要多人支持他 他做了一些壞事都可以 不用管呢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 大哥 是嗎 即是你 你不能這樣 我都 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可以說出一些 就是叫做 這樣的事件呢 你是完全不會明白的喔 當然 他特殊一點點 因為他是這個 香港 第四任 廣東 保齡 的 後人 的一個叫做老婆 即是那個 媳婦 所以英國就會借住 毛孟靜這個設入點 不斷地 撩入 OK 相信我們香港政府沒有這樣做 亦都聽不到是毛孟靜有申請過一些保釋 或者是申請過一些的引述 所以 我相信我們香港政府是不理會的 OK 我們說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民主黨 民主黨又打算再一次搞出命 在哪個搞 在北角那裏搞 民主黨原本上個月月中就搞出命 不過 酒樓就是要漏煤氣 要弄煤氣 所以就沒有辦法了 又取消了晚宴 民主黨說 就是想著再搞出命 就在這個月 即是3月16日 在北角的一間酒樓裏面 再搞出命 搞多少位 哇 厲害了 20位那麼多 說會邀請街坊很有出席 基本上 民主黨過去那幾年裏面 想搞三次的出命 但是三次 都好像失敗告中 有些民主黨的職員就跟記者說 今次的春明會不會有plan B的應對呢 他們說 完了也那麼多 沒想過吃飯也要搞plan B 好無稽 天荒夜譚 不是你吃飯有沒有plan B的問題 是別人的酒樓 剛好在那些時間 又要大清潔 剛好又有人在那邊 中了COVID-19 剛好又漏煤氣 那怎麼搞 不能搞的 所以這個 不是酒樓的問題 是你們 好 黑 的問題 是黑到爆炸 既然你們那麼黑 那你們不要搞那麼多事 你亦都不要 將你的黑氣帶到酒樓那裏 一會兒那間酒樓又無故 壞燈又怎樣 又要換燈換成 沒有電停電 即是 你那些黑氣一會兒 過了給酒樓 無謂 別人一會兒又停業一晚 哎呀 尹笑很多的 陰工 是吧 這些不是什麼無溪天荒夜談 是他們好 黑 黑在那裏 黑在那裏 那沒辦法 那當然有些人說 是不是那些店舖不想做他生意 都不出奇 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先生你們今天有什麼人來呢 沒有了解一下 沒有啊 民主黨那些 之前那些 沒有被人告到那些 先生壞事 馬上壞了 你也沒辦法 一會兒你無故播出許子豐片 很難搞的 所以 有些人 還有有些人很愛國外港 不想做你生意 後來才知道是你訂的 那 都沒問題的 據悉 民主黨就是透過地區的好朋友幫手 以民主黨的名義成功在一間的北角酒樓裏面 訂了20位 但是這樣 他請地區好友幫手 地區好友有沒有跟那個酒樓說明 是民主黨 去訂的呢 這件事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至少 老闆可能未必知道 你知道啦 不是老闆 即是叫做 都親你親為的 民主黨中仁就說 民主黨已經是在 2月28號的時候 向酒樓 交了訂金 現在 籌備 暫時未向街坊 有好等等 發邀請 不知道會不會請 林鄭呢 對啦 哇塞林鄭也請 以前也見過三皮 其實舊時有很多餐的 不知道會不會請呢 亦都被問到 他們會不會擔心 有時有事 有些變故 有些事故 令他們的村民 再取消 民主黨的職員就說 唉 控制不了 至於 他們這個民主黨 會不會再準備一下Plan B呢 即是會不會還有 第二間酒樓 第二個日期 去搞這些 叫做倉銘的事 亦都看看會不會有些什麼 特法的計劃去 處理一些 特如期內的變數呢 他就說 現在Plan B了 喔 其實之前都已經是Plan A Plan B Plan C Plan D 這樣說的啦 跟著他就說 學民主黨的主席這樣說 吃頓飯而已 又不是犯法 都沒有想過Plan A Plan B Plan C 哎呀 好無稽 好天荒夜淡 其實 這個是完全不關政府和執法者事要 是完全關你們自己的運氣問題 以及你們自己 咦 人家夠不敢敢 或者叫做想不想和你做生意的問題 所以沒有什麼都說 犯不犯法 Cade Car 吃頓飯就要犯法 不關事的 是人家 因為執法者根本沒有 沒有上過去 沒有阻止過他 其實是 人家的酒樓 不想和你做生意 真是 你又不怪得 人家 你知道啦 你們這麼厲害 那麼多個 還了緊又受審又成 那麼多個 前黨員又坐牢 那麼多個 又著草走路 那麼厲害 人家怕 都不出奇 是吧 大家有看看 或者猜猜 這個民主黨 講這個 叫做春銘 假不假成呢 大家不如留言一齊 講一講 你們覺得他們 假不假成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紳士導頻道 記得按鈴鐺 按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 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